哦 哦 这是祖师啊 见性之症 哎 事实上很难叫简单开始 学人在此啊 应该都将祖师所破所立 全部都要消归自信 审视啊 于心 然是见性之症 就必须在自信自信上面见 对古德实现 一切万法 都没有离开心性因缘 怕是名字朝代都有表发 智者大师出身南北朝 这是天下大乱之时 但要就在自信天下大乱当前 它从来不是你大决的智性 那个智性就从一大中间 所以叫天台 所以就在这交真当前 当下就是明白大决心体 智性的呈现 那个智性呈现就是一心三观 但法华经中都说众生处处着 所以祖师利益 总在行中 在表法上面 顺性而下 就有如是 但是 岂会解释不同 直至北宋 北者虽然称智 但是从因 宋者就是当主 当居 行者要在智心流畜 念念要明白当前所助 所以就起山家山外之阵 从此就立真旺分别 又信中下手真心难见 不从旺心如何归家 所以有智力定旺心观 信解在下就到明朝 直旺就明 所以又会起足真分 真分若是学人在信中参食 依旧是如是朝代 如是真分 所以就有焦光力 舍是用根 舍是用心之谈 但基民焦光 绝对不是一般人以为的 真有视心可舍 所以从焦光祖师真脉书前沿就知道 只是更为大众指名忘心 念念之间都在根本本源中参 叫做舍事 但是众生出出着固 所以忘之真有视心可舍 其实若说真有视心可舍 是辜负焦光而自 但是未断众生心仪 不至于强加于舍 而忘记了旧路还家 所以就在当代 有偶艺大师 偶者就是身之于污泥 再破焦光 要止舍是邪 要真知焦光 那其实就不被内言 我说的只是简短几句 只让我们自己自心知道 其实在你自心中参学之时 尤其在渐性当下 你也是就是这种过程 就是念念在感受动乱之中 天天都要体会 异性的真假中三观 但是如是真假中 你就是旧忘而参 你要不旧忘而参 你当下难以回头 难以回家 所以说旧忘不生是直忘 所以念念之间 念念都要知道 去全忘要显真 所以就有焦光 我所谓的焦光 就是你心里面 与真俗二帝焦光 但是这个焦光 其正有一法可舍 念念都站在过去 事成的染污之上 再说偶异 破你最后心里面 那个明知 真的以为有 有事情可以舍 才说焦光邪说 就是多此一句的意思 当然心里面就知道 连这一句都多 你要是能够把祖师 这一些视线 说的一切 各朝各代 处处在为末法 众生施教的 这些一切言论 总会在心啊 你会发现 它其实不是讲到 哪个历史 哪个朝代的事情 其实说的就是你的异性 其实实现的 就是你当下念念 在绝体上的明白 忏悔 所以若真是能将过去古德祖师 所有的一切真变 能够变在自信之中 如是真变啊 会使自己将来修学 越变越明 但是若是随一般世俗 只在向上去分别祖师 那种种是是是是非 那将来只有 不但不能见性 只在法上多真一般而已